6月26日凌晨,在葡萄牙和伊朗的比赛中,前两轮表现一场突出,被球迷称之为英雄的C罗差一点就成为了罪人。 原因都是因为在比赛第52分钟时候的那里点球没进,差点就让葡萄牙在小组中出局。GIF有时候一个球员从英雄到罪人就是一个球的事情,首轮比赛罚失点球的梅西,到现在还在被球迷直直点点。 如果阿根廷果真小组出局,梅西肯定难逃其责。这就是现实,梅西和C罗都在比赛中罚丢了点球,可为何受到的待遇却如此不同呢? 梅西法丢点球之后,铺天盖地的都是对他无形的抨击。C罗法丢点球之后,最多就是一点无伤大雅的调侃。 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两支球队所处的境遇不同。如果最后一轮阿根廷神奇晋级,那么球迷就会很快忘记那里点球。 梅西法丢点球是因为压力过重。那么C罗法丢点球的原因,又是什么呢?肯定也有压力。但很多球迷却认为C罗法丢点球是因为这两个原因。 细心的球迷应该都会注意到,C罗在踢任一球,或者法点球的时候,都会很自然地提起自己的裤脚,露出让无数男球迷艳羡,令无数女球迷血脉膨张的大腿肌肉。 然而这一次的C罗并没有做出这个动作,或许这就造成了C罗点球不进的原因。 还有的球迷说,C罗这个点球不进是故意的,理由是为了分担一下梅西身上点球不进的担子,也好让梅罗之争继续下去。 小编,觉得这个理由太牵强了,一是C罗不会这么做,也不敢这么做。 毕竟这个点球关系到葡萄牙能否晋级,二是难道大家不觉得这个理由很恶心人吗?